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被早又萌到 下意识就高呼老婆的董哥 哎呀哎呀哎呀 原生又出新人物了 那新人物出来了 我们要去干嘛呢 那当然是去找木桩啦 木桩在哪里啊 木桩在哪里 木桩在哪小朋友 眼睛里 哎找到木桩了 来来来站起来 让董哥看看你这个木桩 发育的怎么样 哎呀你不要摆pose摆这么久啊 好这就来试一下 董哥我在上线之前云的阵容 哎扩散 加上 把尼特 大招的圈圈点起来 哎 我靠九万五万 我靠十万 十万六万九万 不对呀 我怎么看到有些观众跟我说 满命满金萧宫 输出能力不如路边捡来的 灵命五星祖C 哎嘿 他居然五秒就把木桩打爆了 哎等等 我上一个视频下面有一个 这亮屏是什么来着 大家来看董哥我掌握流量密码 五秒秒杀古炎龙溪 输出无敌爆炸 最强踢零火溪降临 再放个胡桃狄陆克的竞速踩一踩 人人都说弱 其实竟然这么强 他们都不懂 没有人比我更懂肖公 播放百万只是等闲 喷肖公做的都是腾讯水军 真想了解原神攻略 各位观众老爷三连加关注走起 我靠我这演得我自己都快信了 哎你看我的节目效果是不是很好 前面打的时候也对吧 假装的就很惊讶 明明在上线之前 就已经把角色的攻略视频给做出来了 也没有人比我更懂满命的肖公的样子 其实讲道理吧 就上手了肖公大概半天的样子吧 哎呀老婆真可爱 我看着就好了 咳咳 我的意思是啊 董哥我第一感想就是 你要我再做肖公第三个视频 我也好像没什么能说的呀 前面两个视频 你们直接当角色的攻略看不就行了 哎呀好气啊 又被这个人装到了 你说对不对 关于肖公的灵命和满命的表现 我在上一个视频 基本上也已经该总结的都总结好 灵命A加满命S 满命他有多命作战士 我在前面也已经演示过了 灵命的情况下 用我上一个视频所提及的 肖公加万般如何的阵容 对比起灵命的弧形中 去打木桩所花的时间 你看还真跟我上一个视频 所计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在这里也感谢一下 我们群里面的管理员 猫眼也给董哥我非常耐心的 一次次的跑去打同样属性的木桩 大致对比了这个所花的时间 所做的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要看完整版的话 可以自行前往他的空间去看一下 但是这种理论输出 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更详细的原因 你可以看上一个视频 肖公这个角色呢 因为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吃双拐 所以他基本上是绑定了 万叶跟班尼特的 我在上一个视频也已经说了 这个本身就是肖公设计时候 强度上的一环 如果你不这样用的话 那就是策划门给你设计了一个战魔的地方 然后你就强行让肖公这个角色 自带规模的情况下去使用 如果没有万叶的话 其实也有其他人物可以代替 因为万叶这个角色呢 其实董哥我认为他有一半的强度 是在四封套上面的 呵呵 风系的角色好像一半都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用其他的风系角色来负责扩散 其实也可以 但是手感可能就没有万叶这么好了 因为最近深渊的怪都吸不起来嘛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对可以吸起来的怪的话 毕竟肖公是属于可以攻击到疯眼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退而求其次的话 温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董哥再强调一次 如果对方是可以被控制的怪的话 那么温迪其实是比万叶还要优秀的选择 因为董哥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这样强调过了 那就是因为这一套阵容 他的容错率是非常差的 我之前就指出了这个阵容他没有霸体 就很容易被打断 你不管是被打断还是闪避 肖公的攻击都会被中断 这就导致他倍率比较高的 后面的那几段的平A打不出来 再加上班尼特的内鬼圈嘛 会长时间让你保持火附着 这就导致敌人不管是水的攻击 还是冰的攻击 王女身上A过来 你都可能直接蒸发加融化就原地爆炸 所以一般来说 你第四个人带钟离是最简单的选择 但是我在上一个视频也强调过了 钟离对这套阵容的输出上的贡献是非常小的 因为四封套很优秀 一扩散对方的火炕基本上都已经是复数了 所以把钟离放进来第四个人呢 他只不过是起了一个保容错率的作用 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提供的全面性是相对不足的 说白了就是化学反应要差一点 如果没有钟离的话 吊娜也可以用 如果你练度足够高的话 三万的血是要有的 护盾至少也要十一级的吧 吊娜的大招你丢出去了 他会给对方挂兵 虽然这个挂兵的频率非常差吧 但是蹭到了毕竟就是两倍的伤害 蹭到就是赚到 但是吧 正如我上个视频所说的那样 这一套阵容你不管第四个人怎么凑 你都是只能够凑出一个 大体上让人满意 基本让人满意 勉强让人满意 差强人意的阵容的 简单直白两个字 这些阵容能用 打一打深渊怎么样呢 还可以的 大家要想想一些真正的非洲同胞呀 资源真的缺起来的时候 巴巴拉都要卷起袖子 向着深渊就巴巴拉冲呀 更何况你对吧 肖宫呀万叶这些超奢侈的了好吧 但是这一套阵容呢 如果你想要升华成莫甘纳 或者是弧心中那样的容错率高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无脑踢零 简单的说就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版本答案阵容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原神目前这个游戏里面 没有那样的第四人 有些朋友说我上个视频说的不够明确啊 有些东西嘛对吧 我觉得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实际上我看评论区应该也很多人看懂了我在说什么了吧 我知道你们想要我说什么 什么华莱士的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呀 我就不说 嘿嘿 关于肖宫这个角色啊 我觉得不管是懂个我 还是策划们给他的定义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极致的对单角色 灵命的情况之下 对比起胡桃这种策划一手滑 就直接把自己都放飞到了往生堂的这种极端自由的设计 那还是要略逊一筹的 因为胡桃加行秋的这个组合设计的是相当不谨慎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胡桃在前面做对比的情况之下 我只能给灵命的肖宫一个A加的评价 但是满命的肖宫呢 我觉得跟满命的肖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是极致对单 一个就是极致的对群嘛 最近有不少朋友莫名其妙的私信我说什么 满命满金的肖宫是不是不如灵命的肖 来来来 让我们做个测试吧 要讲的东西都给前面两个视频给讲光了 自己逼死了自己还不整一点活对吧 众所周知啊 董哥我的秦团长练度是相当高的 为了防止秦团长直接一个大招就炸出十万 我就把他的武器换成了一级的三星武器 并且偷偷把内裤给扒了 啊不对把暴伤头和羽毛都扒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满命满金的肖能够打出什么水平 满金的护魔之杖 我靠三万多没暴击啊八万 我靠八万一下啊 然后七万多 九万我靠这我靠我打桩的天赋基本上就没升过的 凭A8级大招才十级 这都能打出九万啊 那如果升满不是可以十万一桩 秦团长的四名真是永远的神啊 不过打了多久啊 打了差不多十五秒吧 哎呀那是不是说明对吧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满命满金的肖功大概是三个满命满金的肖的输出 一肖功约等于三肖 哎新的站立单位就这样产生了 来来来 让董哥我看一下前面有没有老实人 就搁这炸锅了 说什么 你满命肖对单是什么意思啊 有你这样玩的吗 有你这样对比的吗 你知道满命肖要怎么用吗 哎你看董哥我就亲自给你演示了一遍什么叫做歪屁股对比 是吧 我虽然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啊 但是我猜多半是这样的 就是你去对比的时候 灵命的肖一个打桩就三万 然后你去计算的时候呢 就计算成地上有五十个秋秋人 那你算肖的dps就一下子算出来了一百五十万 那灵命的肖呢 他就是杀遍天下无敌手的原神第一祖c 秒伤一百万 再看看你的满命满金的肖功 五十个球球人都打不过来 你说你是不是辣该啊 呵呵呵呵 董哥我觉得吧 有些时候大家还是对吧 大家也不是傻子啊 你也没必要把别人当成傻子去散播这种观点 就董哥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这样打分过了 满命满金的肖功我的评级是s 那么满命满金的肖呢 我会给出什么评价呢 答案是s加 因为目前而言吧 原神这个环境还是极致的对单场景比较匮乏的 相对而言呢 满命的肖 他基本上所有的场景都可以无限释放一 除了大世界那些 你用屁股贴着手机屏幕去操作都能打赢的boss之外 说白了就是泛用性更高 所以他的得分肯定会更高一点 但是从董哥我来看的话 这两个人都是有一点极端的 就是对比起剩下的四个2.0满命主c来说的话 这两个角色的设计理念更偏向于极端化 基本都是各自的天花板 我相信有些人也已经看到各种视频了 就是满命满金的肖功 在猴的情况之下一剑可以猴出30万 董哥我就懒得再带莫娜去猴一遍了 大家知道就猴啊 所以你在对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可以很滑稽的 你可以找好几个敌人一起来计算DPS那肖功是永远输给肖的 然后你找一个对单的场景呢肖功就是强无敌的 这玩意呢就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屁股有多歪 一个人的屁股呢歪下哪一边 他就可以挑哪一边的观点去散播 我觉得散播这种观点的人他自己内心是清楚的 他们只是希望别人是个傻子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 然后还是要去散播这种bullshit 但是董哥我相信在看这个视频的各位眼光都是不错的 不会上这么简单的当对不对 请把董了打在公屏上 肖功这个角色呢 他的对单能力是真的不错的 董哥我去找了另外一个木装 就故意把尼特大招也不放了 就万一随便触发了一下封套 就直接A上了五六万一件 基本上就是瞬间就把木装狼给A爆了 满命满金的肖功啊 那是伤害非常高 手感又好 直接就射爆 我刚刚说到哪里来着 我是说DPS很大 然后手感也很大 对很大 我的意思是 目前还有什么需要总结的呢 关于肖功这个角色嘛 他一上线之后我就兴冲冲的 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他去打猎 结果发现肖功的打猎能力意外的 怎么说呢 有一点像迪奥娜 其实也就是一般了 追踪弹能打到的鸡还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一群鸡就会飞走一大半 在打猎的能力上面 跟甘雨还是差了一个档次吧 在打猎这一方面 甘雨目前还是T0吧 而且是独占的 肖功跟提米也算是好朋友 但是没好到甘雨那种程度 就如果你真的想每天给提米送个几百个鸡腿什么的 以肖功的打猎能力 我只能说还是差了一点 毕竟远距离的时候 他的那个追踪弹直接就会放空了 不同于甘雨 他是视野所到之处全是鸡腿 这也算是这半天以来的一个小总结吧 还有什么呢 哦对了 我之前的视频不是说了吗 肖功的这把专属武器 他今天起来收益极高 满金的这把飞雷弓 他是迪奥娜直接就爆了 于是董哥我也让皇女拿起这把弓 去找公子玩了一玩 因为皇女的平A等级是9级嘛 所以我就带上公子去打公子了 这样就有10级了嘛 结果那个跳起来的数字 13000 14000 19000的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猛啊 各位 就董哥我就直接看呆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是比克勤要 我这个移动端呀 没办法搞那种什么超高速的连设 但是用起来都很猛耶 皇女真爱党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什么的 对吧 但是董哥我之前的视频也已经说了 皇女拿这把弓跟拿天空之翼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因为天空之翼他的特效是能够吃满物理 圣衣物的所有加成的 所以怎么说呢 这把弓顶多也就是大数字好看一点而已 而且董哥我也说了 这把弓呢 他经练起来收益太高了 就跟角色一样 满命越强呢 他的灵命的地位可能就比较尴尬了 萧公拿这把武器是很适合的 但是公子和皇女就一般了 董哥我有一位好友 就是比较有钱的那种吧 可能拿起手机对吧 心血来潮 就抽了一把满金的飞雷弓 就拿给公子用了 然后就觉得提升也不是很大 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值 董哥我在之前的视频也已经全部分析过了 这种武器呢 有条件被动实在太多了 你们不要老是去看那种什么理论 极限数据算出来提升有多少 实战的时候会不会不好受 一旦掉层之后跟其他武器比起来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太大提升 这些你都要好好考虑清楚的 数据永远只能当做实践的基础 经验跟灵活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预测角色的时候 很多阿婆主难免会犯这个那个的错误 所以董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多包含一下 我之前肯定也是冲动过 但是我都是对人又对事的 有些阿婆主你认真看他的视频 你就知道他人品其实是不错的 你不要因为人家说错了就跑去冲人家对吧 你看懂过我预测神里跟宵宫 还有雷电的视频 总体而言精确度还是非常高的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角色至少在我看来是很容易看懂的角色 那有没有很难看懂的角色呢 那肯定也是有的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的事情 没有谁能一直赢下去的 那几个985策划还不是控制墙都大翻车过 然后做出来了好几个莫名其妙就非常超模的角色 计算机科学是一门艺术 有时候连他们设计游戏的人自己都会看不通看不透 更何况我们这些圈子外面的人呢 大家都是喜欢原神的玩家 过节有时候难免会有 打一下嘴炮就过去了 玩世了大家还是提瓦特的旅行者 没有什么有必要是一直放不下的 大家说对不对嘛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烂的游戏资讯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新开的原神群 新手玩家找朋友一起刷本不用愁 在群里董哥也会第一时间发布各种新闻和资讯 让我们下期再见 Peace